時間15分鐘 經紀委員好 賴院長好 這個請教一個問題 前司法院賴院長下台 是什麼因素讓他下台 我不清楚 我不清楚他為什麼下台 他是因為 這個法官貪图案 加上其他司法風機問題 應該是這樣子吧 我聽到的表面理由是這樣 有沒有其他原因我不知道 那 你覺得他在司法院院長的表現 人類表現怎麼樣 我是覺得 他有他的風格 他有他做事方法 你勇敢的說出你跟他比較 你會不會輸給他 我不是比較 至少在擔任院長這個角色上 你有沒有自信說 應該會做得不錯 我有自信會全力去做 而且不會做得很差 賴院長我為什麼一直問你這個問題 前賴院長他下台 我們今天其實是補提名 因為他任期其實會到 那今天補提名 我們是希望過去的種種不好的司法風機也好 其他問題 都能夠借這個機會加以剷除 加以割除 要有崭新的一面 但是啊我真的是有點替你擔心 我個人感覺這次通過提名 應該是沒有問題 不過您過去 您的經歷啊 只是律師 就像 就像是在野 然後我從來沒有經過司法的審判實務的 擔任法官 好像是 法官是 這個執政嘛 在吵嘛 那你是在野 現在突然你來領導這個大家庭 對他裡面的種種 比如說他的適用 這個整個 院長 庭長 人事問題 事材適用問題 工作的負荷 還有這些相關的改進措施 你有辦法以你現在這個年紀 然後這麼短的時間 馬上進入戰鬥會是馬上了解狀況 馬上受所謂的司法改革嗎 我想我會盡力把它做好 而且我報告這個紀委 那個當我們立法院長的 從這個奈因趙先生 這個翁月生先生 施啟陽先生 施法院長 對 林陽港先生 沒有一個是辦過審判實務的 而我 我知道 但是至少你剛講的那幾位先生 前院長 他們沒有辦過司法行政 但是有時候都幹過大法官啊 你看 翁月生 他也幹過大法官好幾年嘛 好多年 那施啟陽他擔任過行政 這個行政司法部 法務部的部長 那其實他們在這個領域上至少 但是您就是單純就是 從律師 然後在很短的中選委主委 這個經歷轉到這邊來 那您有自信 有那個信心可以把它做好嗎 我有 你要說出一個理由 讓我說沒有問題 為什麼有 我剛講說你完全沒有不了解 而且我剛講 院長 庭長 法官的角色 扮演合一的問題 還有他的福利 他工作 工作量 這些你都有 利用這段時間做個相當 深入了解嗎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很短 不可能如相問你的 是 因為這個 司法院的這個 任務也好 或者是 司法改革也好 不是院長一個人 而是 團隊 甚至於全民來參與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團隊做好 我想應該可以把事情做好 剛剛 有很多同仁 你質疑也好 挑戰你的過去也好 或是對你 能不能領導這個 司法院有相當大的質疑 但是我們寧願來相信你 但是說實在 也相當的擔心 因為這個司法 這個司法整個文化太久了 司法民間信任度 沒有超過50% 當然有很多因素嘛 因為你判下去的結果 當然不可能 兩邊都認同 有些時候兩邊都不認同 你判這邊贏 贏了不見得高興啊 輸了當然是更生氣啊 所以你要超過50% 其實是相當難啊 這個公道是相當難為啊 可是啊 問題也相當大 您也知道嘛 問題是說 這麼大的一個問題 有待這麼生氣 我們經過1999年 這個司法會議過來 11個年頭 也沒有完全沒有 其他新的作為出來 那你現在要充滿上任 馬總統交給你重大這個任務 我很擔心說 在您接下去的這個任期當中啊 要好好把它做一個 很好的一個改革或是規劃 有相當大的一個難處齁 所以我想請教您齁 您中選會主委 這個角色是辦選舉嘛 就好像舉辦活動了 可是啊 擔任司法院的大家長啊 這個是關係到牽涉到整個司法人員裡面 所有一切可以講說 他不管他的審判也好 他的 所有時候的司法行政工作也好 即審判 還有司法行政工作 甚至包括我們的報官會解釋 5530號解釋 我等一下 因為請教我們的書 被提名人 那您的看法呢 530號解釋 我講這樣你聽得懂吧 這個530號 因為我們的書 被提名人 他基本上是不認同嘛 那您呢 530號解釋 是有他的依據 或者有他的道理 但是到現在不能落實 表示可能跟我們社會的這個現實 有一點這個落差 所以如何使530號的這個解釋 而得到這個妥事的這個處理 這是我們 換句話說 基本上您還是跟我們的 書被提名人一樣 基本上還是不太贊同530號解釋喔 我們不能說不贊同解釋喔 就是說我們認為是有 應該有一些調整的方法來實現 換句話說你沒有完全贊同嘛 那這樣你會 落實人家一向指控啊 說你都是看聽我們的書被提名人 你看 他之前講說反對不認同 那你也不敢講說我贊成 這個是大法官會所作成解釋 大法官的成員是我們書 裡面的相關的 你也 未來你們都是大法官啊 那怎麼辦呢 那你們自己要推翻自己的見解 那你要怎麼處理呢 你是530號解釋以後要怎麼處理啊 因為與其讓530號解釋 解釋下來這麼多年 這個毫無這個 落實的這個 跡象的話 就等於把它 視為不存在 這樣子的反而不好 是不是如何 讓530號解釋 得到適當的處理 換句話說啊 530號解釋 當時有它時空背景解釋 我幫你講好了啦 可是在執行上 有它自然難省之處嘛 是不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大法官會解釋 很多都是類似的 就像我們全國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啊 那些繼承道路有沒有 大法官會解釋也說 政府要編列預算啊 全部要徵收 因為那是人民土地 你怎麼可以呢 無償那提供 你應該買才對啊 可是行政大會說 那個一編列幾千億跟上兆啊 我哪有那麼多經費啊 所以解釋過的時候要徵收 行政大會說是沒檢沒辦法做 這個 這個到底是差不多啦 換句話說我們的司法審判跟司法行政 這兩者要合而為一啊 這恐怕是一個非常重大工程 包括 你現在最高法院也好 你看 最高法院 大統法院 整個法院管理審判 那你們管理司法行政 那現在只能管到院長 庭長的這些派任啊 升級問題 那問題來了喔 現在 我們很多法官啊 基於審判獨立啊 他說他 為什麼最近有人在在在 在質疑說什麼 統統法官什麼之類 你去關心他說你不能干涉司法 那你沒有關心 或是沒有試度介入的話 又萬一就一個人做成 刑事的評議而已啦 刑事如果說你庭長 院長不敢做這個 不要說這個 來介入來做一個評議 或是說做一個討論的話 那 坦白講喔 對很多的判決喔 會常常背離民意 就像你所說的 不死人間煙火啦 那不死人間煙火的情況 就是讓很多人 在放煙火啦 院長你作為意思吧 就是那些得利的人 不當得利的人 放煙火啦 那怎麼辦呢 我知道這個問題 行政跟審判 兩個不能合為一 其實你也沒有辦法做 相當大的一個約制喔 等一下我們蘇提名人 我們這個最主要是要管到 他們所有的這個 這個 這個操守問題啦 他講 不是叫操守 你之前講的叫做 風紀問題 風紀就是操守嘛 對 那你只能管這一項 如果說我操守 我風紀沒有問題 那我判都亂判 你也拿我沒責喔 那就很糟糕 那就是行政 事發行政監督的範圍 那你說怎麼辦呢 未來是怎麼 怎麼統合怎麼整合呢 對 那你當院長 這些還是沒辦法改革啊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充實 司法官的評鑑制度 靠評鑑來有一個很靈活的這個退場機制 評鑑也要公平啊 對 就是要很完美 也不要蔑視啦 對不對 剛剛很多人質疑你說說 你去捐個款就變成六十幾分 我們輸到沒有捐款變成四十幾分對不對 我說沒有關係啦 四十幾分 我們的公都聯盟 常常平很多人 也是帶觀察也沒有什麼關係 只要我們做事情問心無愧就好啦 對不對 所以我是關心您喔 這個問題因為 我剛剛提議特別強調一點 賴前院長什麼因素 不管什麼因素 你剛好方便講也好 不方便講也好 總是下台基層事實 你今天要以一個說 我一定至少不能表現 比賴前院長還差了這種精神 不只是我體力能夠游一千公尺 以此致滿啊 體力好沒有用啊 你說光游一千公尺 搞不好我們的好伯伯 好我們平他爸爸一千公尺 九十歲大概也有辦法 光是游泳 我們副院長啊 曾永泉副院長他兩千公尺都沒問題啊 對不對 現在不只是體力問題啊 這個司法改革這個重大一體 是全國矚目這個沒有做好的嗎 對我們整個全國的形象團隊 不只是馬總統下面五院的 這個這個機構啊 有非常大的灼傷 我相信未來這個司法會更加的默默 所以你的責任非常重大 我有覺悟 我這個這個這個 三十秒給你最後陳述 然後我要請我們蘇貝評論 我一定以這個全民的利益為依歸 然後這個把審判盡 盡可能的透明化 讓這個全民能夠相當程度參與這個審判 而且這個法院跟全民之間的溝通要良好 不要造成不必要的誤會或對立 當然也要要求我們這個 這個法官的審判案子 好 我知道 效力要高 品質要好 要公正 這些都必須做的 但是我要提醒您 是 要硬起來 是 要有自己的立場 要有見地 不要讓他覺得我們只是好好先生 然後蝦龜潮水 或是人家講我們做什麼 一定要堅持你自己的角色 跟你的功能 好不好 我請蘇貝評論 謝謝 你請回 我留三分鐘請教一下我們蘇教授 謝謝您 蘇老師 學而優則是 以您的學識來擔任副院長 你的法律素養綽綽有餘 謝謝您 可是剛剛很多人在指引您跟馬總統之間 或是您過去 在擔任學者 總總 為什麼這個民間的司改單位 評論你四十幾分 就是說你以前你的角色 好像是 簡單講他們這種人是反民主 你對這項指控你有什麼 這個說明或是辯解 就是我和馬英九總統 有三四十年的司移 那我是把這些事情分得很清楚的 那特別就剛剛反覆提的 在民國八十六年 馬總統從公職退下來 進入政大那件事情 我就不知道這些事情 最簡單的解決就是去詢問 政大法學院的老師 他們是做決定的 我們那裡不是任何的首長 這什麼都是合議的 任何人是人民都是 那件事情其實非常單純 我當時並沒有擔任行政職務 我是借掉到公平會 但是我還有教職 所以我要回去投票 那那個馬先生那時候 在政大已經任教了十六年 他是國際法當時最主要的教授 他就兼任的 離開公職以後 他繼續在那裡 希望申請這個教職 當時我印象裡 只有一位和他競爭者 那一位是剛剛得到學位 馬先生是在哈佛大學 拿到國際法的學位 也在政大教了十六年 包括傑賽普 那個辯論賽的指導 他自己也在準備寫教科書 所以他有相當的競爭優勢 才會獲得通過 一定要把這件事情 和我個人連在一起 所以是莫須有嗎 我覺得可以直接就 莫須有嗎 雅屆 你知道我會熟悉 和你吃嗎 或者會在哪裏 那 בח 反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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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